這是在那個天井 就是那個921地震的時候 那921地震它很會有力 它大概人家發現 因為地震其實它晃動的模式 有好幾不大有 有不同的一個晃動 其實就是左右咬 有上下 那 那個921的時候 其實後面研究 它大概它很 它就是先左右咬以後 然後再上下 再上下 所以在那個整個 紅底那邊去看它的房子 倒的那房子很奇怪 大概都是一樓倒掉 都是一樓倒 然後二三樓壓下來 我去開那所有房子大概都這樣 然後 東四那邊的房子倒 也是因為下面的一二樓 斷掉整個房子倒下去 它上面整個結果是好的 我去看他房子 他倒是這樣子倒 他不是說整個碎掉 那個台北那東方大樓也是的 就是說 他那個 他那整個震動的方式 其實就是說 他會造成那個建築結構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倒塌方式 那我 我方丈在這邊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 其實災區裡面 除了說你去 假設如果說你要去 報導或寫一個災區的狀況 當然說災情的部分是可以寫的 救出的部分是可以寫的 然後我必須要講說 其實在人在面臨災害的時候 其實人類的那種精神或感情 就是最大的 因為你平常說你看不出來 但是一到那個 救難救災的時刻 其實有時候 你在現場會有很多很動人的時刻 像這一個是怎樣 這個是韓國 就那時候各國的那個救難隊都進來了 然後我記得是韓國的救難隊 然後那時候等於是災後第三天 其實還在所謂黃金72小時裡面 就是說你還是要挨家挨戶去找 看有沒有那個生存者 然後你看他們就要這樣一個一個這樣 爬進去那裡子裡面 那基本上這時候各都圍物 你不知道那房子會不會再踏 而且其實在救難隊之後 其實一直有抑震 一直是有抑震的 那只要你咬 你這些原本都已經踏的東西 你不要說整棟島 你只要光掉一塊十塊 你砸到人了就收回來 然後你看這些救難隊員 他們就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進去 然後 然後你在旁邊看 其實有時候你都會看都很 很 很 很激動 那個 有個翻譯員陪著他們 然後問題是你一個翻譯員 你怎麼可能去 就是這隊員七八個人 然後居民是 哭的哭 然後 然後找人就找人 然後 那個那個 那個翻譯員根本來不及翻譯啦 他頂多在幫忙這個 這個居民在跟這個翻譯 這個一個救難人在講 所以說旁邊已經有旁邊居民 已經在急著要進去 或是急著再跟那個救難人進去 那大概比手話講 他就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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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難人 就自己 不如不如就跑進去了 因為他們大概知道 他們專業知道說 哪邊找或 或怎麼樣 還在比說 什麼家裡三個人 然後 我一個 然後兩個在裡面 然後他就快樂快樂進去 就是說在那個現場其實有很多 很感動的故事 我覺得說 當然是說 跑災區跑災區 或者說你對一個災難事件 你會一直想說到處看 可是我覺得說有時候把自己心靜下來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人的那種感情 或者那種人的附作精神就在裡面 那其實 如果那個變成你可以去書寫的東西的話 其實他是很有 很有感覺很有感觸 然後就是到 這二履零尾的南部浩雲 那 這個已經幾乎是 我都笑說是場景 因為大概 在這個西部沿海地區 只要一下沒雨就閉淹 然後 淹到更好笑的 淹到更好笑的那個 那個情況是 那個 像比如說冬死 像 像比如說你下在雲林的話 冬死 就在大概冬死那個地方 那 如果在屏東的話 大概就是跑到那個東卡 不是東卡 那叫什麼 臉面那一口附近 然後不知道在最有名的叫什麼 臉道還有在標幾東西 然後 臉道最好玩的事情是 臉那個媒體連線 就是我跟你講 都已經附近都要知道到哪個地方去連線 我這五天裡 我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我還沙沙 然後還在那邊找 然後還住廟 然後還住廟 你們都在那裡 你們車都在那裡 他的車就只當著採訪車 一載車每年都固定在那個位置 因為 因為所有媒體都知道說 你要淹就是要到這邊來 然後你可以拍到整條街 或怎樣 我睡覺真的有點諷刺 真的是有點諷刺 你居然會到一個地方淹到每天 然後淹到居民已經很習慣 譬如說已經很無奈 然後驗道媒體已經每年到那邊延遷 好 就整個 整個燕就 而且 我這個騙你 我 這樣講很不好聽 我跟你講 那軍政的驗道已經很 真的超習慣 你像一般遇到災難 就開始像我們台北電影師的RXR 你家具啊什麼電視什麼一炮就那個 人家這邊淹到已經很有經驗了 他們不會把那些電子的東西奉在一樓 他們一樓大概就是一些簡單的家具 然後 就算是電視他也可以堆高 然後我還看過 我還看過 我還看過那居民 可以把摩托車牽到那個桌子上去 他們都已經有準備了 已經淹到就是說自己都已經 你會覺得又好笑又心酸 那像這個弟弟 你像我們在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外地人 那在走路的時候其實 你很怕去踩到水溝 你知道嗎 那個濁水你根本看不到地 地面上的那個痕跡是怎樣 那你看現在是一條路 可是你知道哪邊有水溝或哪邊有洞 甚至於還有哪邊有洞天 他如果哪一條電線是斷掉 掉到水溝的話 你靠近就被電 然後 那邊小朋友 這已經是淹到 淹到後面也沒有那個放假 只要上學 然後我就在旁邊看他 小朋友就騎著腳踏車 就這樣 就這樣水上那邊這樣騎 然後 他可以完全 就不用那邊看通開線 他就知道 知道哪邊要轉換哪邊要 然後騎到學校去 然後 然後你看他的表情 所以我意思是說其實 有一些東西喔 可是我的意思在這裡就是說 重視他們習慣 可是我們還是要習 或者我們還是要講 因為你不能把這種習慣當作一種 真的就是 就是習慣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真的是不對的 那 頓論居民 政府一直講所謂的 地震下行地震下行 其實我到後面跟你講 其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我這泡水 然後這個阿貝啊 然後颱風 我想颱風真的 台灣的天氣結構 真的有時候也是很 很 很無情 其實你看颱風大概從 七月七八月開始 開始發生 然後現在到秋台 十一月都跟阿貝 然後你想台灣的農民做收成大概是幾年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 有時候農民喔 對他們講也是很殘忍 就是說他要對 跟天要比 我這東西種下去了 收得了收不了 我們七八月的時候有時候 有一些稻子也是該收 那夜菜也不用搶 只要下一次也就完蛋了 那像那些豆科的 我現在才知道說 五月的美影劇 就五月在美影劇的時候 其實就台灣所有那些什麼 大豆啊 毛豆啊 大豆就毛豆 那些紅豆啊 那些在收成的時候 那這些豆科的植物 他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就是 民造平道的刺激化就發了 那那一起全部就完蛋了 所以農民有時候對他們講 是很辛苦的吧 那 我覺得這個是如果假設大家 有機會下去的話 我們剛才看到是災難 對於一般家庭的影響 對於整個人的影響 其實 所謂的這種所謂的天災 對於農作 影響是很大 那包括當我們 延災就影響城市的 這個所謂拆交 那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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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情對於農業的影響 比較悲情的部分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另外一個 這是我後面的後面 你還發現聽到那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這是阿伯的那個道士 那他 已經大概 他是說大概還差不多一個月就可以收了 然後現在整個就泡掉了 那農民很好玩 其實農民 我們心裡都會想說農民受災就很痛 對 受災的農民很痛 可是反過來 沒有受災難 我那時候我去的時候我才 我聽到那個農民在講的時候我心裡才覺得說 其實那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那個你去想 一旦颱風來 菜泡爛 菜價上漲 誰可以賺錢 就是 就是說 你當 一旦的 這個菜 或什麼的作物 受到受署的時候 一直在 價格可以再標高 那沒有受災的 他就說 那 台灣農業 台灣農業 長期難了 不管是因為 我們 我們都從這樣菜蟲 所以那些菜商會去壓農民的菜價 所以那農民重度就會見價 他指引在台灣的時候 他價格可以買高利 那很多農民 變成那種心態好不好 對賭 其實某個人 我們在我們都市會覺得 農民受災 他應該很動 可是在某些地區農民沒有 不是說沒有 而是他反而覺得 那肚子比較好 今年看是醃你的菜 還是醃我的菜 真的是這樣 那一旦 一旦醃的話 然後他的菜就可以搭買 那所以你去問他 問他災錢的時候 他被醃到他就很動 然後他沒有被醃到 他就跟你講話說 你怎麼那麼熱分 一轉身看他 他的菜都是好的 沒有 這個是在整個自然災害之下 那我們講說你說是人類的 無奈或者變動 等等 那 其實這都是路事 這都是路事 那包括 其實 在整個颱風後的菜價結構 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承諾一個 一個一個主題 其實那個都度是很有興趣的 你像現在 你像現在 我們大部分都依賴超市這樣的東西 超市漲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漲 從什麼時候 從什麼時候 對啊 所以大概是 他大概是跟那個新聞局同步 新聞局他同步發出海上情 海風情報他就開始漲價 對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 欸 颱風都還沒有來 你的菜都還沒泡爛 怎麼這菜就在漲 你這批菜應該是前一批的菜啊 但實際上很不合理 那到現在其實都沒有人去質疑這樣的問題 你說要漲是說 颱風過後的一個月 你說這些菜收不出來 後面漲 沒辦法 你怎麼可能已經送到你的裡面的菜 跟台方沒有 沒有飯點關係 他就已經怎麼樣了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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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较有力 他就大概是一次买断 比方说三百斤还是多少斤 那如果菜价 我忘记事情 他就要说他一次买断 那如果菜价 像台风过后 然后他 他那个 比方说不长价 然后好像他当然就不断 可是如果菜价抵了 那他自己也要认为 就是他的时间 我忘记他 他的弹性不会像一般的 呃就是 水果行那种 就这也就是 都要去买断 他们自己是买断 所以如果万一 然后给你讲 我价钱是多少 因为价钱跌了 所以也只能 就情况就是 所以我还一一倍之后 我才给你 弹一点价钱 然后那一直说 他那是时间啊 所以有时候 我也要不然 那个 我觉得要骗 对了 对了 那那一台应该是 但是 有些那个场 就是说 三场很常是 他们是有签合约的 也就是说他是报的 那这个时间他 你可以注意看他们大卖场 他们在同一个时间 不来东西都是同一家的坛业 就是同一家的人走龙座 那种东西都是同一 同时出来的 他那个是签约式的 好 这个是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农会经济 好 那 我现在讲的是说 一般的 一般的在这个菜 菜饭 我们讲的 他有分三个 大盘 中盘 跟欢那 中盘收 中盘其实就是地区性的 他收 然后他给大盘就是谁 就是台北这些大的 台北或都会去这些大的 大的盘商 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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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盘